请问老师 现在有人修处飞行 穿墙 搬运的神通吗 他们会用神通来度人吗 我觉得有 我认为是有的 因为这些神通在定力的作用下 如果是反复训练是可以达成的 就是说如果你有定力 然后你的气脉 如果肉体的气脉转化 就暴摄这一块气脉转化 然后反复的去训练 训练比如搬运 其实这个神通是偏助于 如果你在没有成道之前 偏助于你不停的去训练它 你就在某一个神通 就要他心通 天野通 你就不停的训练这一块 它就可以达成 但是不够圆满 就是有时候 这种功能性的就是可能会导致就是不圆满 就是说没有打漏镜头 就是没有成道 这个神通呢 它是一种功能 就是有时候受情绪的影响 就是说比如你情绪不稳定 或者你身体很疲劳 或者场就是这个场有时候有更厉害的人坐在那儿 或者是什么让你心里面又受压制 或者反正你的你不够空就就很受影响 就是你的神通会死不出来 就是搬运啊穿墙啊飞行这些 我觉得是有的 这个高人很多 就是有一些成就者 不愿意来去出现在这个世界上 比如说喜马拉雅山啊 或者有一些高人 他们不愿意出事 他们也不会用神通来度脱众生 因为神通是度不了众生的 它只能帮助众生解决一些疑难问题 神通它不能让众生改变根本的无名和直见 它只能让众生去羡慕 就是说可能会导引众生说 因为神通而去学佛 去学习一些法术 去学习一些佛的佛法 但是它其实不能真正地转众生的分别执着 就是说一分别执着 众生是需要自己去破我执的 那众生只不过是如果想裂个神通 想去做的变得更厉害 变成什么就是 就是叫什么 就是那种东方不败 还是教授的一例行 就是读固者 读固求觉 读固求觉 读一文的那种高人的话 我觉得这个我之始终是迫不进的 因为佛学它始终是出轮回的 这根本原因 它不是让你在这个世界上 更快乐地去享受生活 更快乐地享受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或者是过得更好 或者你变得更优秀 更完美或者神通寡大 这不是佛法追求的终极目标 佛法终极目标是觉醒 觉醒就是从六道轮回中解脱 就是说每一道你都知道是幻境 就算你神通广大这个东西 它也是一个时空显现的一个幻影 你要了解这一点 所以你看释迦牟尼佛根本就很少 一个成道者 他很少使用神通的 就是释迦牟尼佛 比如说跟孙悟空去斗 打仗孙悟空也 人家就伸了手 说你就蹦出我手 行就行了 觉得都不用什么法术 你看我们经常看天道 就是你们看西部记里面 天道二老神 就是他的孙悟空就变来变去的 什么他变个小鱼 他变个大鱼 就这么 但佛祖不会这样子 但是一个成道 佛祖他只伸出他的手 就是这也是不得为之了 就是因为孙悟空太晚脸了 那伸出手你厉害 你就蹦一下手吧 你蹦出去就算你赢 他蹦不出去嘛 他连手心都蹦不出去 你还用他起用神通吗 人家一翻手就压住了 是吧 因为佛祖是一切嘛 其实到最后神通用的 就像佛法那边神通 五眼六神通用的不是意识 我们以为 他既不是为心 也不是为物 佛法是用心 本心 本心是空性 既不是意识 不是我们耶尔比赛圣 那个意识 不是念头 如果我们的念头 能做很多事的话 我们的念头是没有力量的 你的念头是分别之间 一般我们的念头就是 你是一个杂念 一位是刹那刹那生命的一个杂念 而且是对境起念 就看见这个杯子呢 你说这是个杯子 起个念头 当杯子放下的时候 杯子放下了 是另一个念头 就是说 如果现在什么也不看 你可能坐在这什么也不想 因为念头是没有力量的 它是一种六根 正如我直破镜以后的一个空性 就是本心 本心是无处不在 这个本心是一切 所以它是一切 它是杯子的时候 它才能把杯子移动 它离一切相的时候 它就是一切法 它是杯子 它不能搬有杯子吗 它是杯子本身啊 就像你是 我是这个胳膊的主宰 我不能拿我的胳膊吗 我是杯子 杯子不能移动吗 但这个是五眼六神通里边的 很高境界 但还有一种就是 它没达到佛学 你看 释迦牟尼佛当年在菩提树下 正道以后 它是圆满以后 五眼六通随之出现 它个裁定那种 就是它是圆满以后 就是多明星悟道以后 五眼六通在未来的几千里 随之出现了 就圆满了 但是它前边 它已经修过四财八定了 它是放弃的 四财八定 阿罗海已经有十八神变 已经可以深入喷水啊 喷火啊 因为它把身体 当成低水火锋来组成的 是吧 那如果我们把它当成电脑组成的 没准飞电脑了 是吧 就是一切有形象神 知道吧 它就 它的神变里边就喷火啊 喷水啊 它就四大嘛 低水火锋嘛 喷火啊 它就 你把它当成什么 你就是什么 这个 因为我们是 准确的是无习无下的 在本质上 现在你认为 人力是物质的 这是一个人力的 现代的说法 人力是物质的 我们把它倒成 西医学是把它倒成 筋肝脾肺肾啊 腺气啊 筋骨皮毛啊 这也是个名项啊 是吧 它起个名字而已 你怎么知道 你这胳膊就叫胳膊呢 是吧 这个底下就叫腿 上面就叫胳膊 这只是个假名而已 就像你 你生下来 你父母给你起个名字而已 你那个名字可以改的 是吧 它是个名字而已 它物质 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就是说 那么人力会 它没有比较 它是没办法定义这个东西 比如物质跟能量想比较 那物质就定义出来 大堆东西 它是有个坐标比较的 能量是什么样的 空气是什么样的 物质是什么样的 是吧 物质跟能量 因为不比较 你是不知道 这个物质 为什么叫物质 物质到底有什么特性 因为你知道 它的能量是不一样 能量是那种特质 这种是这种特质 其实修行到 因为三维 其实我们的三维的时空 我们看见的 你见闻觉知的很少 知道吧 三维是很小的一个维度 其实对我们的本心来说 我们是在无量维度里 就是说你什么维度 你都在 就是说 每个维度 你都 就是说充满你的 你的心思无处不在 在本质上 只是我们现在 有一个 不是心理学 叫潜意识表意识 这样子讲 有个潜意识 你也是不知道的 还有就是 这种物质跟能量 是可以转化的 是吧 现在科学 我就讲多了 在你修行的过程中 你的 就是比如中医都说 人是有心阳二气 气脉 它是拿这样分立的 那佛学是说 地水火风来分立 是吧 只是教法不同 是吧 这个地水火风 是不是就叫 物质能量 或者就叫 形干脾肺身 还对不干 形干脾肺身 或者是到最后 一切由心下身 全部归为一心 佛学最高 最高直接 一切归为一心 但这个心不是意识 这个心是我们的本性 就叫明星界 心里边的信 本性自信 这个性不是人力 能有意识层面 能够理解的 所以你起个心 你说一切由心下身 为什么你起个念 连个苍蝇也飞不出来 是吧 那不是你的意念 它不是指的你的意念 但是你的意念 是不是本心呢 也是 但是你因为你的肢间 舒服了 你的意念 你用不到本心 所以你的能量不够 永远不够 你在漏 所以把这种 因为你有盲区 你的盲区导致 你用不到你本来的东西 用不到本来的东西 把这种盲区 叫做漏石 就是你的能量漏 其实内外都是我们 你根本就没有漏的地方 你往哪漏 是吧 你说漏石能量 你是往外漏 还是往内漏 因为到最后是没有无我的 没有内外的 是不是 但这个 在我没有原症之前 还有一种 随着你的修行 其实到最后 科学员会发现 我们人体 其实如果你有在 微细的分子 是波动 细胞 分子 原子 一直往下 最后人体变成 叫震动 波动 波 它不是原子的震动 它还不是震动 它是波 知道吧 你看你现在有电波 你是看不见的 是吧 这个波动就是很威胁了 当如果我们把人力 分解成一个波动的话 你很威胁 你受的影响 你都不知道 你受什么影响 北京现在有个电波 你也受影响 也影响你 是不是 真的是 就是那种 蝴蝶效益了 这个桌子也在波动 你也在波动 那怎么可能不受影响呢 万物都在影响你 但是如果你的波动 那个波长 或者是什么 达到了很 不一样的 就是 这个我不太懂 你们从物理学 可以 大家有的 如果这个波动 是不一样的 你就在外物里边 就像一个吸铁一样 有时候你甚至 你会把很多东西吸过来 而且你的心的大小 也不一样 就是你的心 你包容太虚 就像银河系的中心 如果你不找一切像的话 你就像银河系那个中心 你都不是太阳 太阳 太阳那个波动 太阳坐在那里 你看几大星星都围绕着它 脱离不了轨道在转 是吧 何况你是银河系中心 破一切像以后 你写写出来的信息 是在宇宙的中心 所有的行星都会围绕着你转 那你会支配很多东西的 何况神通这就是 那神通是有的 在佛学里边 五眼六神通 四人本来 一个人是具比这种功能的 只不过是你师父能打开自己的盲区 突破自己盲点 你就会转化 否则你 你要只是在人力的直接里 不断地修炼 你总会有漏石 你其实真正的漏石 是你突破人力的直接 人力的戒门觉知 而且根本概念 就是根本认为你是什么样的 这叫礼仗嘛 这个突破 你一起心动念都是人道的 所以你不是佛的嘛 佛都不在人道 他在人道讲法 但是他的直接不是人力的 所以佛说四大皆空 你说我四四价价坐在这 怎么能通呢 什么叫空 是吧 佛做心可以生万物 他的心怎么跟你的心 你现在是一个意识 是个意念 你是个假心假意的 你认为你有个心 我们经常说 认为自己心碎了 心 我心疼 我睡了 我让他气得 已经半死了 我已经绝望了 等等 你那个心根本就不存在 你就是个念头 深深灭灭的 你没有什么心 知道吧 所以我们说 把这种无心的状态 我们说 你活成个梦境 你以为 你只是 你那个心现在是个执着而已 你执着于认知 你的认知角度 人力的认知角度 站在受爆 知道吧 所以我们觉得心碎了 受苦受爆 其实你 佛说把这种状态叫做梦境 就是我们在做梦 你坐在这 你觉得你苦 你觉得你 爱 你觉得你恨 你觉得你蹭 你觉得都是在做梦 因为这是生理毛去导致的 一旦你突破人力的视角 人力的视角 你就知道你的本来样子 这就叫明星戒星 知道你的本来样子 就是见到了空性 见到了自信 那个自信才有力量 知道吧 才可以五眼六神通 才可以 才可以 就是测一切法 测万法源 才可以达成这个 你才可以漏进 你回到本心 才彻底漏进 知道吧 但是呢 在中间 在修正的中间 神通是有的 到发业城 这神通就可以了 就搬用这些神通 就可以出现了 但是要轻慢的话 还要专门的 在这方面 有一点凶炼 如果你不在这方面 刻意为之 就无所谓 就是一直一直 到圆阵 圆阵以后 所有的神通 就全部又出现了 比如对天人来说 就像鬼都有五通 鬼啊 你做了鬼 都能有五神通 天神就有神通 只是人力有局限性 人力会发明很多东西 比如说手机啊 电脑啊 就是飞机啊 飞行啊 飞机啊 这些 其实是人力 内在功能的外现 其实人力是 他的想象力 包括他的发明创造 也是神通的 也不是神通来的 只不过我们 不认为这叫神通而已 你对很多动物来说 你用筷子吃饭 站起来行走 都是神通 都是神变 因为他们做不到的 你就是神通啊 你认为穿墙 这个很难的嘛 是吧 因为你觉得 有一个物质在那儿打着嘛 穿个墙很难嘛 你无我的时候 它也不存在嘛 万法必尽空嘛 你穿墙 根本就不是说 穿墙不是有个墙 就你 你从那儿穿过去 是一道行道 比如说你想到墙那边啊 你想到普陀山 或者阿弥山 你一念 你想到达 因为那个时候 你的意念 已经不是人力的 现在的意念 你就突破所有项了 你就突破维度了 你坐着这儿想 我要到 峨明山 峨明山现在有个 你在山顶上站着呢 你并没有穿着 乔在空中飞 知道吧 意道行道 平时我们说意道气道 你知道啊 气功 列气功的人很多 说意道气道 再高级的就是意道行道 你行就是气嘛 一念到达的时候 行就气 对大仆来说 意道行道就是化身无量 知道吧 你在那儿看见一个化身 在那儿看见一个化身 不同的都是他 可以在某一个地方 化泄他的身形 然后呢 做一切度身事业 但是不是人力 所以就算诸佛菩萨 用神通来度人 也不是我们想象的那种 说坐在这儿 喷个火 喷个水 然后呢 说 那个也可以 除非说 好多诸佛说 你不是现在的神通 我就不学佛了 而且他跟他特有缘 为了度佛他 他就拼了 是吧 一般不会 因为诸佛 这个不是根部度人的方式 所以释迦牟尼佛 没有让他的弟子 用神通来度诸佛 而且因为天魔有神通 还有就是 鬼也有五通 很多外道众生有神通 所以佛学反而是 对神通就屏蔽了 很多上师 不要启用神通 因为这个很容易 让其他道众生 冒充佛法来度众生 但是他们的界地不圆满 因为佛法的最 就是说最珍贵的东西 是释迦牟尼佛的界地 就是说他 这才是佛法里边 独一无二的 最珍贵的 他的第一地 最高界地 这个界地是 对众生和轮回的解脱 很有帮助的 这个界地如果灭了 对地球上的人力来说 众生来说 是很可惜的 因为最珍贵的 就这一点 所以他宁愿舍弃神通 舍弃很多方便法 来去维护这个界地 让大家 因为大家听到这个界地 就有可能 神圣事实从轮回解脱 但是如果没有这个界地 只是有神通 大家是解脱不了 你要想要神通 你下辈子做鬼都可以啊 别说在人道 你在天人道天生就有啊 你去其他道也没有 但没有释迦牟尼佛的 第一地就不可以 而且天魔经常假见 神通过来 过来乱讲法 这是释迦牟尼佛说的 所以很容易误导众生的 而众生又好奇心强 又着笑又好奇心强 又本身自己想变得更厉害一点 所以很容易比天魔道 要这些老师去诱惑 所以佛教里边除非极个别的 比如你的上师 允许你有神通度众生 那是另当别人 一般都会 他不愿意启用神通 就是一些小的神通 他也就是一般又有 你看当年佛教从印度 传到中国来以后呢 因为无法立足嘛 因为中国有本土 当时虽然道教还没有形成一个 基本的说是一个很大的宗教门牌 但是也是中国有很多 自己的宗教啊 或者是一个信仰 也就是排斥 所以佛教不是很多 很多那些法师过来 没有办法去 哄哄佛法 所以也启用了神通 比如说有时候 得看一看算命啊 或者看病的比较多 就是说为人解除病苦啊 因为人的病苦不外乎 就是一个心灵的苦 一个生苦 一个辛苦嘛 那身体的苦 有时候用神通也是可以做的 所以就用了 一般不用这个来去讲佛法 比较少 但是法华经里面试现了 法华经是讲第一地的嘛 就是因为所有的像已经破镜了 法华经第一地已经没无像 所以你看很多有写现了 就是有两个兄弟 两位度他爸爸 是试现了神通 在空中喷火啊什么这些 那个是佛 就是说法华经为什么这样讲 因为对小城弟子来讲是不允许用神通来这样子做的 但佛在小城弟子讲法话就讲第一地的时候就说 哎 就赞叹 赞叹这两个兄弟俩 说他们为了度他爸爸信佛 他不信嘛 非报佛教他说他实现了神通 神变 在空中神变嘛 他爸就信佛了嘛 因为佛法最终是带众生从龙回中解脱的 他不是让你信的 当然你不信你解脱也更 但是他根本就不是你信了你就能成佛的 你信了你就能从龙回中解脱的 不是 所以根本的是你要相信佛在说什么 比如说佛的最高之介是什么 你 你要知道你 你一切在英国里边 你今天所受的一切都有些东西是果报 而且这果报来自于有我值 就是说你有盲区 你在司空里边有盲区 而且你有一个我 一切都相对于你变得真实起来 这个世界三界六道就真实了 佛陀是告诉你有这样一个方法 就是说破了我之破了法之 你可以出龙回 这才是佛学最根本的 要告诉世人的东西 释迦摩尼文 其他的都是方便法 都是 就算是说也是 也是为了你就是说 最后信仰之最高的这个之间 对佛法来说 对一个真正的解脱六道轮回的 一个众生来说 回到本来面目的时候 他不在乎他有没有神通 知道他缺个脖短腿 他已经安心了 心灵的归宿 他在任何时刻里都安心 是吧 他要不要神通 我们主持好奇 我们要什么 我们拥有什么 我们想要什么 那都是很自我的 得到世界的认可 得到一个价值感 成就感 觉得我很厉害 觉得我好奇 我有神通 是吧 但当你安住在心灵的归宿 安住在那的时候 那是最大的神通 安心 那等于拥有了一切 你根本就不在乎 要什么神通 你真的 你拿个脖也拿去吧 玩 就是 是吧 不管你是残疾的 还是聋哑的 你都很开心 要什么神通 就像神通 神通也罢 还有情欲也罢 这一例 不能说这些东西 不能动众生 是可以的 他可以让众生学佛 就是说 有些众生说 我就喜欢这个学佛了 我很喜欢你啊 你要是答应我 我可以跟你学佛啊 是不是 你们 这个也不是说不能 但是都可以让众生信佛 但并不见得能 让众生解脱轮回 而且在情欲里边 就很多情欲本身是一种 就是里边涵盖了 就众生的所有执着 跟分别 很深的执着 跟分别 在情欲里边 就是很容易让 就是 他不可能放下的 在情欲里边 很难放下 他可以学佛 带着很深的执着 跟分别去学佛 带着很深的执着 分别去学佛的话 你觉得他能成佛吗 因为最终是破分别执着的 不是破情欲的 是吧 你带着很深的分别执着 你怎么学也成不了 怎么学也不行 这就是破你的分别执着 不过神通也是 很容易让人执着 很容易让人好奇心 没完没了 很容易让人 要列成最高境界 是吧 穿了这个墙 我还要 我还要从上边穿 下边穿 穿地 动地 是吧 很容易让人追求这种 虚无 很虚 就是说 很虚的境界 你知道 你看《人严经》里边有 有十粒切蝎 十粒地蝎 天蝎 那些都有神变神通的 那都是蝎 如果就成蝎 不是说不蝎鸭 不蝎蝎 修道之类 那些蝎都有很多神变神通 但是佛说你住在化成 就算你精神略的神通 比如说 他一般不成道的话 就差一个弄镜通 可以把武通都略起来的 但是他没有 有弄镜通的人 那个神通更厉害 这是 武通的 他没有 他不能说是 元通 没有达到 就是他只是 已经比人力很厉害了 只是需要定 就很定 你的气脉转化 就可以略出神通来 但是当你人死了的时候 这个神通就没有了 下辈子你重来重练 就是说你说的 用神通来度人 有没有 都有 如果善巧方便 他属于一种善巧方便 有些人会用的 有 但是 如果 不管是用任何 任何东西来度你 首先他都会说 佛法第一 他又怕把空性正解 给你讲清楚了 然后说 我四些个善巧方便 给你 这个行 他讲不清佛法的 最高之界 然后四些的任何东西 都有可能 不是正法 知道吗 都有可能 让你误入歧途 再流回就流回得更深 知道吗 感谢 敬善